嘿大家好 这是Simon Chien,陈伟明 欢迎你来参加我今天的传销培训 今天我有个 学生 他是很成功的 他其实是个钻石总师 他就问我,他名字叫Nancy 他就问我,你做了传销之后 你那个钱,赚的钱 应该怎么去花 应该去再投资呢? 或者省钱呢? 你怎么去花这个钱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这个传销培训师 我现在是跟那个 传销领导已经成功了 已经赚钱了,跟他们说一下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你 我想分享一下 我做的错误 其中一样东西错的就是 我们常常叫我们的客户 或者下线,说如果你要 除了经济自由的话 你要自己为自己做事 自己开自己的生意 对吧,这样我们 从我们传销那里 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目标了 我们有自己的生意 自己传销,持续收入 对吧,很好 可是如果你要 经济自由的话 你需要有两种 第二 要做两种事 第二步就是 你要你的费用要不可以增加 不可以增加 所以很多我看到 我也发生这个错误就是 因为我们在传销里 我们很多像有 东西我要买啊,要享受啊 我们钱是赚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费用越来越高 对吧,我们帮了大的房子 又买又多汽车 又多,这样子 如果我们的费用一直增加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也是 一定要不停的要辛苦做事做事 因为说这个不是自由 真的那个财富自由是 如果我传销的那个钱 对吧,比我的费用高 这样我,我就不用做了 这样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我想做才做 对吧,我不是每天就不要做 因为我不做的话 我的费用给不到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那个 我看到很多领导做错误 以前我也是做过这个错误 所以最简单我是喜欢 英文就是说 Live the simple life 都很简单的生活 但我也不是叫你要简单 可是你有不同的兴趣 对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简单就是 像我那个 除了,我很少买东西的 除了像我的房子啊,费用啊 为我的孩子 我别的东西是很少 我那种要求是很低 像我要求低的话 我不用给什么 像每个月啊 没有什么好的那种费用吧 对吧 这样我就可以 做工的话 就很比较自由很多 没有这么辛苦 没有压力就没有这么多 第二件事就是 投资的话 你一成功的话 会有人找你 朋友啊 叫你按我去个餐馆啊 帮我去投资了 我投资这样啊 这样 比如说我给做餐馆一个例子吧 对吧 像你投资餐馆 你的 你的 优点 你的智慧 会做了 对吧 你是做传销 你是个传销专家 很成功 你对餐馆这个生意 一点经验都没有 还有 餐馆生意 跟普通生意一样 90%会失败的 会赔钱的 这里 你进去这个餐馆生意 对吧 你一点都不会 这个是 我刚才讲 过几个月 这个会发生什么 就是你餐馆赔钱了 你就担心了 就你的同伴就说 哎 你知道吧 我们这个你也赔钱 我们一起 我需要你帮忙了 因为他一赔钱的时候 做得不好 他需要你帮忙 就需要你的时间 还有或者他们 或者因为可能你 因为你也可以赚到钱 对不对 你有50%的话 我20% 我们需要你帮忙 他都给你压力 你的时间 慢慢都被塞过去那里 对不对 后来变得 你对传销的生意 都没有时间了 所以变得这样子 你会做的 做的好的东西 传销 你没时间 你做的不好的东西 没有经验的话 你必须要花时间 在那边上面 所以你成功的传销 的生意会慢慢降低 慢慢落后退步 你的餐馆 你怎么做法 你越烦了 你又一定会失败 因为你没有经验 你不会这个行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大 我以前做那个房地产 我 传销已经做得不错了 就说 做房地产可以赚钱 可是我对房地产 一点都没有经验 也不知道怎么卖 怎么涨 什么都又 水龙猴又有问题 漏水要请 后来我又 越做越烦 我越烦 那我又不要做 我越不要做 越要赔钱 就用了我人真的烦 和我的传销 发展 就停了 他停了发展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 这是几年前 我都没有时间去继续去发展 就 失掉很好的机会 我记得我这时候发展很快了 因为我时间 每个事情要打电话 打电话 那个 房租又走 又找新租 很烦很烦 那 如果你对房地产有兴趣的话 就很好 可是我对那时候没有兴趣 其实我 我那房地产变得赚钱 变得 没有赚钱 变得赔钱 真的 可是 好处就是我学到两样东西 第一 你做东西 你还可以做一样东西 对吧 如果你说我 我现在传键不做 全部做房地产 这样是OK 可是你不可以做两样 第二件事我学到就是 我房地产我真的不喜欢做 你不喜欢做的话 你不懂的是 你不要去投资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 你在床销那边赚的钱 会比你在另外一个行业 赚了更多 不 虽然另外一个行业 另外一个投资 另外一个市场 可能他的那个 给你的印象 对吧 希望上可以赚了很多 可是你没有经验 你也不懂 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花好花了 你的现在的床销 你做得很好的话 你的钱在床销 会比你在另外一个行业 赚了更多 更多 所以 你怎么花 你的赚的钱怎么放的话 如果你真的说 我现在我传向 我不想再花时间做 我想做别的一行 这样我先鼓励 你先学好那行 马上真的做个专家 懂很多的话 这样你再慢慢才投资进去 还有另外一件 你自己去省钱 这很重要 对不对 你可以省钱 或者你把那个钱 再投资在你的那个 传销行业里面 比如说你有个网页啊 做blog啊 你可以再投资 或者你要发展到另外一个国家 开一个小办公司 去发展啊 这种东西 其实你可以在那边赚 比你在别的行业赚的更多 但最后是当你 你对什么有兴趣吧 兴趣吧 好 可是我就警告你 你一赚成功的贵 很多人会找你 你要帮我投资的借铁 做点借铁 做这样做 你千万不要 除非你懂 有今年的话 你千万不要 这一定会赔钱的 好 这是陈伟明 谢谢看我的传销培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